《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陳醫師 您的電話 您 喂 我是陳醫師 喂 阿翔 我兒子 兒子啊 怎麼了 不好了 爸爸中風停了 那現在進去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現在在檢查 好 這樣我心無音 待會兒靠你 好 你心機無音 陳醫師 開到房間你馬上過去 好 我馬上過去 好 好 來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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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陳醫師 我現在怎麼樣 已經說了 中風不是很嚴重 不過爸爸的氣泡要開頭 什麼 要開頭 好 誰啊 阿爸住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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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我問大姐 說是中風 但是說不嚴重 我的家裡的醫院 所有的費要開到 為什麼費要開到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想要回去 不過現在 根本沒辦法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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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了 我心裡 現在沒辦法 還沒辦法 還沒辦法 在那裡的幸福比 想要不在 真是 怎麼這樣 你已經做了什麼 好 天一 台大訓練結束以後 我決定要回嘉義工作 我想照顧我幫忙 那這位來等 好 來 爸爸 媽媽 我讓你們 前天回來 抱歉 爸,你說什麼抱歉 本來看來是應該的 我… 我怕等我到 你們的關係 爸 當我討論說 待會兒幫你找到 我幫你找到 你找到 沒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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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你先別急了 阿翔 阿爸的意思 是希望 你哪裡在台北 才有發電 不要因為她的關係 回家 回家 爸 你先別這麼多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盡用 還有三個年來再結訊 到現在看看 阿翔 阿翔 我聽人家說 自助 爸在我們大人家去便宜 你要去等一會嗎 阿飛去便宜 我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不得了 這是一個機會 你去看看 阿翔 你們看一下 沒問題 沒有問題喔 沒有 那下個月頒表的帳牌 好 明天有幾台道 手術處所要注意的事情 千萬不能忘記 拉勾的方向跟力度 一定要站在主刀的位置去講 不要為了自己看清楚 就 記得 知道 怎麼了 忙完了 對啊 終於忙完了 以前看學長 就當總醫師 看起來好像很神奇 現在自己當的才知道 真的不容易 要注意便宜的狀況 要跟教授回報 要幫他們排班表 還要帶他們 累 對啊 講到學弟妹 我就頭大了 就有些學弟都不能唸 唸兩句都受不了 好啦 我們也是這樣過來 有點耐心嘛 說得也是 不過我要找機會 就好好謝謝我們的學長 他以前帶我們也很辛苦 真是喔 沒有親自去做 不知道總醫師 有這麼多事情要忙 但有時候忙不過來的時候 那些學弟妹病例寫得不好 我沒有幫他們看到 還要被釘耶 真的是喔 好啦 我再抱怨 好啦 那你先忙 我們再一個吃飯好不好 好 再跟我說 之前大姐說 慈濟要在大臨開分院 你問得怎麼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晚工 已經快結訊了 如果慈濟還沒有蓋好的話 你有打算去哪裡嗎 你如果能夠在慈濟 那就最好了 這樣子的話 離你家境 你的娘家也方便 說真的 在台北住這麼久 要去嘉義 你不會不習慣 怎麼會 我之前不是說過了嗎 只要兩個人在一起 開心的生活最重要 所以也是這樣 只是 我好像不再贊成你回去 他說說 如果我真的回去 怎麼其實會很開心 來正 不管你做什麼決定 我都會在身邊陪你 支持你 好 緊張 聽說 你想要回去 給我家裡發展嗎 對啊 四大五歲了 正常把這段方 雖然說 保險得不錯 不過我們就回去 可以更方便跟他們照顧 說這樣也是有利 對啦 主席要在大臨開分院 你這樣就知道了 正常聽人家說過 不過 還沒去好啊 主席 他對美國請出林鎮榮醫師回來 未來要接大臨的院長 他問我說 神經外科的醫師 看我比較適合的人選不 你怎麼有興趣 近今曾汎明醫生 也有跟我講過 曾汎明醫師也幫你拿去 你呢 你考慮之後怎麼辦 可以回去服務 是很好 不過要先去花蓮 對 花蓮是煮一個朋友的中央 你先去花蓮試試一下 等待大臨的朋友去好 你才回來大人 雖然這樣有事比較遠 但新朋友比較有機會 對你也比較好 你看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說 大臨的去好 我就可以過去嗎 對 這樣好 紀念 你就已經答應了 我就幫你推電一下 謝謝小姐 金先生 你很優心 全科醫師 你也考慮 我將你推電一下 別人 我很放心 我相信 你絕對不會讓我滾上去 你要好好做 謝謝 對了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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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人怎麼會做這個狼割庭 阿爸 阿三想要回來 反正想要照顧你跟阿母啊 不用 我們兩個老子又很擁心 不需要人照顧 我剛才雖然中說 現在又一月好像花了風雨 你們年輕人如果有辦法 跟自己照顧好 我們兩個老子就很開心了 你怎麼說 說我講的 不准他回來